krylp 大家有多深愛香港的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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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8日 俄羅斯普京的朝土 俄國一向的兵法 選人不理解 又有證據流出 先講證據 話說這個水壩崩塌之前 你會見到俄羅斯普京的刻意關閘 這東西就令水位上升 也就是製造破壞力 這東西夠坐實他沒有 還是他將計就計 說謊都不會說 沒有的 他又可以說 水位是自然上升 沒有拉閘的 你還好說 整條大把決堤 80條村莊染沒 大量平民流離失所 同樣地 如果和台灣接戰的時候 是一樣的 西安以東五百座城市 他已經預好了 你別以為 他所謂的 預好了放棄的意思是 容許敵軍佔據 他預好了的意思是預好了 焦土 死了都不抑你 這些都是蘇維埃的打法 沒辦法 今時今日都沒進步過 都不可以說沒進步過 這些才叫進步 必勝啦 直情 你想想 不惜公本 整個國家毀滅了 他都要跟你試過 除非 裡面 有些 不願被犧牲的人們起來 有的 別以哥羅德 今回和大家跟進水壩事件 別以哥羅德事件 華格拉事件 N那麼多樣 最瘋癡的就是 那個 傀儡的州長 講的就是 溪蟲那邊 當訪問的時候 後面 就有個人 浸在水裡 然後 俄羅斯市長 竟然可以說 那些人們 在和平地工作 這樣也可以的 那又是的 都凍到這樣 沒得什麼 玩了自己 浸了自己 Anyway 現在克里米亞 都嚴重 因為那條河裡面 是供水的 你沒有了 那條大壩的話 供水都成問題 有機會 普京隨時 就將 克里米亞 那些人 又簽了 也都絕對 我是可以說絕對 拖慢了 我想 扎鏈斯基都沒想過 拖慢了 扎鏈斯基反攻的速度 肯定 你想一下 你是顧黑島的人 還是不顧 你顧的時候 食水方面的損耗 又大一點 情況和長春圍城的時候 一樣 損害民生設施 令到國民軍 首尾不能相顧 這種打法 又是習近平教他的 隨時 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普京即時成為棄子 斬一下眼 共產黨需要 話說 連自己人都不放過 那當然 要娛弄敵人 就要自己人都騙了 話說水壩潰堤的時候 下游的俄軍 據烏軍說 慘糟滅頂 大水萬貫 全部衝走了 沒有一個可以走 影片所見 只見洪水傾瀉而下 在帝列百河東岸駐紮的俄軍 即是可能喝完福卡 沒有聽指示 各樣 總之又衝走了 整團衝走 沒頂之災 水染七軍 為了令烏國的坦克不能通過 竟然用到這招 省錢的 不過小姨姑 雖然 你這樣做的時候 自己又沒有什麼戰功可以再領 你走不了過去了 你已經斷了補級 也就是說 他們已經由攻勢轉了做手勢 還有沒有研究過地形 於是東岸比較低的地點裡面 還有一些俄軍駐紮 結果整隊又衝走了 另外這條大壩 就橫跨大列百河 它是控制著黑島的淡水供應 同時間也都會對電力構成影響 因為雜波羅葉那裡都要停工的了 你至少不可以100%動工先 烏國的前國防部長 現任國防部顧問 扎格羅紐克 就表示 現在烏國想穿越河流 發動任何攻勢 基本上都不可能的了 那你烏冬四周 被他這樣用水供化 沒得搞住 情況有如 封審受吉當時 也是用水供 令到毛利揮原 沒有辦法遲門 死的就是日本老百姓 又好像蔣介石一樣 花園口 搞到日軍未能西佔 目前 雜波羅爾都還要觀察 你不夠淡水的時候 雖然很多人都已經做足功夫了 明知沒有冷水 理論上 他們都不會繼續開Turbo的 總之就危險了 但這件事可見 普京已經是無計可思 玩到焦土的時候 但是你要小心 因為俄羅斯 逢親俄羅斯玩焦土 歷史上無人能性 你烏冬又要小心這件事 還有是種田的 烏冬 你目前浸了這些地方 怎麼種田 又要一段時間去休養生息 為什麼說歷史上無人能性呢 你想想 拿破崙去到那裡 跟著冬天回去的時候 回不了去 德國元首1940年 打到莫斯科的時候 又是冬天坦克都動不了 又回不了去 歷史上無人能性 這件事 他自己說 他是殺敵三千自選一萬 怎麼搞呢 當時就是 民軍為了打贏這個拿破崙 戰選是拿破崙的幾倍 但是由於整個民國 每人分少少 結果發覺哪有這麼多人呢 拿破崙最後是被拖垮了 情況一樣 不過今時今日 那個入侵者是普京 就不是拿破崙這個意思 話說既然你戰況不穩 僱傭兵當然收錢的 收錢的 收錢為利是圖 有利益的時候就朋友 沒有利益的時候就契哥的啦 這裡 賭理歌樽 賭理歌樽就說到了 如果俄國的領導層再無改革 華格樽呢 就將會退出戰士 給他曬氣啊 什麼叫改革呢 改革是什麼呢 個個你都說不滿意的啦 賭理歌樽 唯有賭理歌樽能夠執掌 能夠成為這個俄國的領導層 那就叫真正的改革了 於是乎華格樽呢 就不會退出 是不是這樣解 擺到明是鬧油水的 這傢伙 但是別說喔 俄羅斯裏面很多人很尊崇他的 很佩服他 覺得他是英雄那樣的 但是這傢伙呢 把口朗過油的 一直在說 你們為什麼不衝啊 一直後退啊 接著後退的時候又說 你不給他彈藥的 然後你攻捉他的時候呢 他又說你沒有改革啊 腐敗不堪啦 又說普京是最愚蠢的決定 入侵烏克蘭各樣那些東西 特別軍事行動是最愚蠢的 他就說 嘩大哥 這隻這樣的東西你怎麼跟他玩啊 比呂布更加反覆的三聖家勞啊 還有 然後教你認人啊 賭理歌樽 這些人呢 由於要大大聲 很多時候就靠著 一鼓作氣 拿了個戰弓先的 當時就對了 在巴哈姆特那裡 拿了一大塊地方守不住 拿了戰弓之後就大支野的了 跟著就言止氣使 要自己做事 這個和呂布當日都很相似的 雖然 今回呢 倒在這個水壩 水染下皮城 不是針對這個賭理歌樽的 但是賭理歌樽 都是養不熟的了 就好像偽然一樣 老後有反骨 隨時倒轉槍頭 美軍來了 我帶路的 跟你說 這裡由賭理歌樽 去透露給Business Insider 聽的 他又說到了 華格拉部隊已經在 6月5號時候 完全退出巴哈姆特 改由這個俄老取而代之 順便捉住那個宗教 同時間他又威脅俄老的高層 他就說這條指揮鏈是100%失敗 只會將人變成肉 這些這樣的小丑 賭理歌樽是不會認同他們的領導的 如果繼續領導 那華格拉就決定不會參與其中了 現在違抗軍令 但是賭理歌樽呢 也都有開出條件 他就說出 如果不是你以為他做了你那個位 賭理歌樽就說改革的方法就是 不撤退都可以 大前提就是華格拉在前線那裡 要擁有一個獨立的區域 而且是不必服從俄軍的領導的 那你不就是搞獨立 這種情況和漢朝的時候 的韓信是差不多的 佔領了齊國 接著就在那裡據地為王 甚至乎劉邦三催四請之下都不肯動手 不同之處就是了 劉邦當日還在說差不多贏的 今時今日就不是了 基本上呢 他是佔著山頭 看看什麼時候騎著匹馬 衝下去拿普京的人頭 嘩這傢伙都算獨立 那另外這個呢 是由俄魯方面的士兵說出來的 雖然水染金山就令到 烏國呢 未能挺進 即是左一左門一門 那但是 有俄魯的士兵就透露 俄國自由聯軍 以及烏國的軍隊啊 在別爾哥羅德州那裡呢 就聯合起來 剿滅了當地的駐軍 而普京自從毀了水壩之後呢 你黑堡都再無淡水的了喔 沒多久的了 所以現在就真是遠近球 一方面在別爾哥羅德那裡呢 有一支部隊 慢慢逼近這個莫斯科 第二方面就是華格拉集團呢 逐漸會起半心 慢慢就攻入莫斯科 取普京的人頭 第三方面就是烏國 反而就可能烏國呢 就只不過是慢慢地修復了烏東四周 未打入莫斯科 而普京就會被自己的叛軍蠶食了 這個是最大的可能 但是不會是短期間內啊 都可能要分兩三年時間 那當然啦 只要中國一停了支門的話 俄魯絕對會被勢魚破竹 樹倒又會酸散 這裡有關別爾哥羅德地區 之前都介紹過的了 是鋼鐵生產重鎮 經濟生產重鎮 資源豐富重鎮 第一三八旅的俄國軍團就說到 陣地遭到大量炮擊 烏國和半軍 源源不絕派員進攻 這名俄魯就說到了 他們損失了大約80%的人員 在沒有真門的情況下撤退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第二個部隊身上 同時 由於俄羅斯自願軍 已經可以在別爾哥羅德那裡 就用坦克挺進 意思就是俄羅在自己的區域裡面 已經喪失了制空權 而喪失制空權的時候 人家的MQ9隨時飛入莫斯科 上次富人區 只不過是小事牛刀 這件事絕對就令普京大失民心 國內叛亂 江河日下的啦 準備定烏江亭長那隻船啦 驚霸王 不是電参啊 驚霸王烏江自民 等著的啦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